主播各位观众来关心今天是选前最后一天 各政党是全力的冲刺 记者线所在的地方是新北投 那么今天是五党级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珊珊 以及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来到现场 帮这个黄珊珊一起来造势 其实今天柯文哲市长也是非常的拼 今天一早帮这个从市林北投绿营的票仓出发之后 下午要再回房蒋万的本命区中山大同 那一直到晚上选前置业 柯市长呢要一晚往返北竹 来帮这个候选人造势 我们来看一段稍早的画面 我们要鼓励说 他是跟同事同人都可以和谐相处 然后大家都支持他拥护他 还是我们要找一个需要长官 关爱的眼泽才能够出现的人 那今天也有线上直播你知道 那不能到场给我们加入 那个市民朋友 就拜托你们在直播上 给我们按个赞你知道 那么今天选择这个地方其实特别意义 这个宋水主席今天是不是确定不会出席 那如果不出席的话 他有没有给您做一些鼓励跟勉励的话 还是一样我们是以伟大的市民作为主角 所以今天大家会在我们的会场里面会看到非常非常多 珊珊的好朋友还有从市民的角度来给珊珊加油 好那其实可以看到黄珊珊刚刚在进行这个出发前的受访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不少的民众来帮他打气加油了 那其实呢今天的这个对手蒋万安的车队呢 也已经来到这个士林北头 因为他今天是展开了北市全区十二区的大扫街 那第一站呢也是从士林北头出发 那其实就差这么一点点呢 两个车队就要狭路相逢 那其实也只隔了一个路口 那其实催票声跟互相的喊叫声都是听得到的 那至于民进党的城市中呢 今天上午呢是来到这个基督教长老教会的济南教会 来参加这个平安的祈祷会来祈福 那三方阵营呢是用各自的方式来争取民众的支持 那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形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棚内主播